塔瑪佩斯山位於舊金山北邊的馬林縣 這裡有著風景螺化的登山路線,可俯瞰舊金山灣的壯麗景色 打從1861年,第一條鐵路通往此地區,塔瑪佩斯山的觀光就開始逐漸盛行 由舊金山往北過了金門大橋,只要半小時左右車程 過了金門大橋之後遠駐一號公路走,若遇上晴朗的日子,一路都是好山好水好景色 塔瑪佩斯山有長達60mils的登山路線可供選擇 遊客可以選擇爬幾個小時的登山路線上到東風,也可以直接開車上來 東風停車場旁有個小小的遊客中心,遊客中心外就是步道口 步道口的Gravity Carbone只有周末才開放,展示了1896到1930年代間觀光使用的重力車複製品 在1896年為促進觀光興建的景觀鐵路 由於從山腳下的Mail Valley到山頂的坡度太陡,當年的鐵路設計了281個彎道 被稱為是世界上最曲折的鐵路,重力車被設計來運送下山的遊客 重力車不使用動力,只靠住車上的載重重力和剎車,以每小時12英里的速度載客下山 Vanadon Seat Rail是東風上避走的步道,這個環狀步道相當頻繁好走,僅僅只有0.7mils 正好在近深頂處繞一圈,可以欣賞到壯麗的景色 遊深頂眺望,可看到包括25英里外的Farland全島,山丘,舊金山市區 東灣以及Montai Ablo,以及覆蓋山坡的加州海岸紅木林,橡樹林 走完Vanadon Seat Rail還有體力的話,可以再走0.3mils的上坡步道道東風頂上的羅望塔 這是馬林縣的最高點,風頂高達2571英尺 Deep Seat Rail和Seat Rail是塔瑪佩斯國家公園最受歡迎的登山路線 從海邊的路口進路,可走Seat Rail上山,再接上Deep Seat Rail下山 這兩段步道風景都很棒,在旺季時特別熱門 附近有好幾條步道相通,所以可以根據自己的體力安排路線 Rockey Point Trail可從海邊的Steep Wing Campground進入 下到Steep Wing Campground需要經過一道上了索的閘門 不少人是徒步爬整段Rockey Point Rose下山,進入營地之後再接上步道 Rockey Point在懸崖邊,附近也設置了幾個野餐桌 走進來野餐也可以享受這一片美景 最後一途就讓我生懸惰感 很多男 fat都很喜歡 原來像性疏忽